寿命不长的男人通常有五个共性 占了一个也尽量改正 五十岁的王先生平日里工作兢兢业业 每天都很辛苦 公司组织体检 他被告知已经有了三高 医生建议他服用相关药物 并且戒烟戒酒 尽量不要熬夜 平时多运动一下 王先生不以为然 认为这都是一些不痛不痒的慢性病 也没什么生命危险 这天王先生在应酬的酒桌上多喝了几杯 但在回家的路上突然晕倒 幸好被及时发现送进了医院 医生告诉他 他是因为突发了脑血栓 幸好送来的及时 不然就会有生命危险 王先生幡然醒悟 这才意识到不重视这些慢性病的严重性 我们想要有一个好身体 就要在平时养成良好的习惯 有些坏习惯最好不要有 哪怕有一个也要及时改正 那些寿命不长的男性 大多数都有这五个共性 一有抽烟喝酒的坏习惯 有很大一部分男性都有抽烟喝酒的习惯 就算没有 但在一些应酬的场合上 饮免不了喝上几杯酒 吸吸二手烟 正所谓小小一支烟 危害万万千 不管是一手还是二手 细支烟还是粗支烟 爆珠型还是电子的 对身体造成伤害都是毋庸置疑的 就在你一呼一吸之间 大量的化学物质和致癌物就会深深的侵入肺部 时间变成了致癌物的挚友 经过长时间的烟熏 让肺部变得烟疗火气 相信大家都看过吸烟者和不吸烟者肺部的对比图 吸烟者的肺部像被炭烤过一样发黑 随之而来的就是呼吸系统疾病 心血管疾病等等 机体的免疫力有所下降 得癌症的风险也会增加 关于喝酒 也许有人持这样的看法 小酌疑情 大酌伤身 适当饮酒有益于身体健康 但事实并不是这样 你喝下去的每一滴酒都在伤害你 柳叶刀也曾做过研究调查 研究表明 饮酒并没有适量的安全范围 只要喝了 对身体健康就会产生影响 所以建议人们最好滴酒不沾 因为最安全的饮酒量为零 喝酒能够对脑部造成损伤 增加患老年痴呆的风险 酒精的代谢也增加了肝脏的负担 同时对胃粘膜也产生了一定的刺激 容易导致胃部疾病的发生 如果短期内饮酒过多 还有可能造成酒精中毒 威胁生命 二 做不到均衡饮食 身材肥胖 有很多的中年男性都会有将军度 也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啤酒度 它的形成是因为啤酒吗 有科学研究发现 啤酒度的形成包含基因在内的多种因素 不只是因为喝啤酒 年轻人有啤酒度可能是因为营养过剩 脂肪堆积 中年人有啤酒度可能和睡眠差有关 使激素分泌减少 脂肪堆积在腹部 这就变成了垃圾 在中医上称为弹湿 这样还容易造成胰岛素抵抗 形成糖尿病还会增加中风的风险 那么怎样才能保持健康体重 消灭将军度呢 首先控制饮食 均衡膳食很关键 如果经常喝酒 或者爱吃一些高热量的 脂肪含量高的食物 比如夏天中爱的烧烤 冬天中爱的火锅 这些都是导致脂肪堆积的罪魁祸首 其实我们的身体是不需要那么多食物的 平时吃饭吃到七分饱就可以了 多吃一些新鲜干净的食物 做到少油少盐 少调味料 少吃一些过度加工的肉食品 脂肪就不容易囤积 身体就会变瘦 三 脾气急躁 情绪不稳定 有的中医朋友谈起养生 会说到这样一句话 气太急的人寿命短 其实作为人 偶尔发发脾气是很正常的 还能有助于排解肝胆之气 但如果经常多怒 就会有多怒之人 会毁其肉 一说 给身体造成伤害 一个人情绪的好坏 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影响健康 正所谓优责伤身 乐而长寿 可以通过健康合理的方法排解负面情绪 比如进行运动和知心好友谈谈心 多去接触一下大自然 预示审下心来 不要太助急 尽量保持情绪的稳定 四 睡眠不足 经常熬夜 睡眠是健康的一大杀手 如果男性在睡不住的时候 再来吸上一支香烟 那对身体造成的伤害 可谓是双重打击 睡觉是一个养人的过程 建议别和睡觉抢时间 如果长期睡眠不足 不仅会加速衰老 记忆力也会减退 还容易导致肥胖 免疫力下降 中风 高血压 糖尿病的风险都会增加 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 想要开启优质睡眠 首先要避开香烟 酒精 咖啡因 还要养成规律 固定的时候睡觉 睡不住 也不要在床上刷手机 五 长期不运动 久坐 人这一生 如果想要拥有好身体 好心态 好心情 运动或许都能带给你 当你开始运动的时候 随之而来的 也是一个更良好的心态 对肥胖人群来说 能有效减肥 带来一个更健康身体 当你爱上运动 健康也会爱上你 衰老不是突然降临 而是逐步发生的 拥有健康的身体 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 而是需要长期的坚持 唯有养成健康的生活习惯和饮食习惯 从生活中的一点一滴开始改变 你的身体状态将会发生让你惊喜的变化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